讀書的時候我已經是由血小板第二 最嚴重的時候我是暈倒了進醫院 在書的時候 我已經有血小板第二 最嚴重時我暈倒了進醫院 醫院以為我家中虐待我 全身有很多魚 一塊塊 那時候急救 輸血 那就要輸血小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